我 哎 师姐 你们丢东西了吗 不是我们 是师父的礼于玉佩不见了 玉佩 很值钱吗 嗯 没事没事 你就当我不存在 我见过 是很美的一块玉 师父十分重视 弄丢了 他一定很心疼 这玉佩丢是有了一阵子了 近日师父先蒙事物繁重 无暇分身户籍 却又不想让我们操心 我们也是无意间才知道此事的 师父本来就为门派担惊劫 还要为先蒙的事操心 可是我都帮不上什么忙 要是能寻回玉佩 也算是为师父分忧吧 不错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连日来我们寻遍门派各角落 毫无所获 我想一会儿去后山祭坛找找看 莫非有贼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里可是仙霞派 对 对 二师姐说得对 既然门派里找不到的话 也有可能遗落在山道上 情媒 不如我们去山门外碰碰运气 玉姐姐说得对 那二师姐 我们分头进行 也好 那便有劳你们了 无备修行就是为了除强服弱 好 奇怪 我怎么在这感应到了福祉鹤的灵力 而且这灵力似乎 好 在那儿 那上面还有东西 等等 那是 是鲤鱼玉佩 哎 我这一家人学过此事 除非 是师父自己传授的 玉佩和纸鹤出现在一起 说明之前第六师应该与仙霞弟子有关 此理到底是谁在打 这一次 这一次真不是我 你检查什么 又没有人怀疑你 卓主不知 被包围了 先救人 不对 先救纸鹤 哎 是我一见 小东西还挺能跑 差点被妖怪吃了吧 哼 还不快奉上玉佩 来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 这上面 好像是下了禁止 用仙霞术法 应该能解 啊 还好玉佩没有损伤 嗯 这符纸 青梅 怎么了 纸上有字啊 快说说 写了些什么 小晴 小晴 想必信与真人有关 阿游 你莫偷看 好吧好吧 我们看 嗯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把玉佩还给师父 这符只是师父专用的信件 自己很陌生 应该是谁写给师父的 我竟然还看到了 希望师父不会责怪 小晴 找回玉佩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 哎呀 总之见到师父再说吧 小晴啊 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阿游 你别问了 我不会说的 也不会给你看的 好吧 那能瞧瞧玉佩吗 不行 师父 我们找回李余玉佩了 你们怎么会 是二师姐告诉我们的 撑紧这孩子 真是有心了 除了玉佩 还有一封信 原来如此 来龙取满无以之心 是我的疏忽 却让大家担忧了 你就说嘛 你可能是被偷了 这里可是先下派啊 那日 我正要手术与一位顾佑 心中忽有所感 拿出玉佩看了片刻 我 恰好 蓬莱掌门造访 便匆匆将玉佩 镇一次纸上 此欲相伴我多年 受仙侠灵气润走 想必 是玉佩的灵气 自行催动了 纸鹤传书之术 那日天冷气清 开着窗 纸鹤应是在这间戏 借玉佩移走 纸鹤寻到我的固友 但是性并未喜欢 她收到玉佩时 深感疑惑不安 于是回信将玉佩寄回 询问究竟 师父 对不起 弟子不孝 卓纸鹤时 擅自查阅了师父的信件 无妨 你们能找回这半对玉佩 我也是万分感激 真人言重了 半对 是 她原是一对双礼玉佩 这般 是我年幼时这位固友赠予我 不过这就奇怪了呀 既然信是写给神掌门的 那纸鹤又在别扭些什么 直接来找您不就好了 这 桑下是此言何意 我们在山道上就发现她了 正说要带回来交给您 但纸鹤好像躲着人 一见我们就带着玉佩往山下跑 确实 看起来她早就飞回了峨眉山 却徘徊在山道上鼓足不前 就像是 想问又不敢问 这么多年 难为她了 从没有见过师父会这样失神呢 不相对 莫擎 多谢你们为我功劳 玉佩既已徇回 你们亦无需为此用心 师父 那弟子就先告退了 嗯 好 指贺传书之术 是将寄信人的意念 灌注至福之所知的信纸上 让指贺飞到心中所想那人的身边 人族所双千术 莫颖巧思 指贺感应到了玉佩的灵力 想来玉佩中 应是倾注了师父对故人无尽的思念 何处故人 摆明就是神掌门的旧情郎嘛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阿游 你别乱说 不认为神掌门 当年师祖卸下掌门之位时 派中人才凋零 师父抛去儿女情长 一力担起重振仙霞的重任 他的过往 我们不应妄加揣测的 好好好 我不该多嘴 我听小情的 真人慈怀济世 以门派为重 以苍生为先 真是令人敬佩 嗯 所以我也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的期望